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我可能会以一个贡献者的一个角度来去阐述 阿伯基Citano 这个东西 那么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来自于云气科技 然后目前主要是从事于大视剧中台的一个开发 然后我主要负责中台方向的一个数据集成方向 大家也知道Citano 来讲它也是一个数据集成项目 所以说我本身工作也是相关性质的 然后本身我自己也是一个开源爱好者 所以说对一些市面上开源的一些数据集成项目也比较熟 像什么DataX 像春军 像Flink CTC 等等这些一系列的框架 所以说我也会在这个角度上去分析一下 Citano 来讲有什么优势对于这些数据集成项目 那么今天我的一个分享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个方面就是简单介绍一下阿伯基Citano 然后第二的话是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新版本的一个 阿伯基Citano 的一个VR的一个API的设计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主要是在一个一个coding 一个coder的一个角度 就是我们如何去开发一个新的connector 就是一个最佳实践 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可能从开源社区的一个角度 因为本次大会的一个主题就是community over code 所以说对于社区的一个贡献 以及我们社区一个良好的引导 对于一个很一个正常健康的一个阿伯基项目来讲 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所以说我在第四点的话会去给大家讲述一下 如何来参与到阿伯基Citano整个的一个社区贡献 以及社区的代码贡献当中 好那我接下来就是第一部分 就是来介绍一下阿伯基Citano 其实第一场演讲高俊老师已经很全面的 已经介绍了阿伯基Citano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那在此我就不过多阐述 我就代一笔 那实际上现在来讲的话 阿伯基Citano它的一个定位是我们的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是下一代的一个数据集成项目 而且是去集成我们的异构数据员 那么它一共有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factor 第一个的话它是支持多种的一个数据引擎 的一个运行 也就是说我们当前这个数据集成产品 我们是不依赖当前市面上的一些分布式计算引擎的 那比如说像大家如果想要用FlinkX 对吧 那你的公司必须得有亚恩集群或者K8S集群 去让你能够去运行起来一个Flink 然后再把自己的数据集成任务 提交到Flink集群上 那么对于整个Citano的设计理念来讲 就是我这个东西 我可以去适应多个企业里面内部的一个不同的需求 就有的企业有Spark 有的企业有Flink 有的企业我什么都没有 那我只有加入这个环境 那我还想做一个数据集成 那怎么办呢 那所以说才会有AXCitano的一个项目 就继续往前推进 然后第二个点的话 它是支持海量的一个数据员 刚才郭老师也说了 郭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有一百多种一个connector 也欢迎大家去试用 但实际上这一百多种connector来讲 现在对于整个生产环境来讲 推进还是比较少的 还是得需要社区的用户 大家多多去参与 来帮我们一起去把这个功能做的更完完善一点 性能做的更好一点 然后第三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当前市面上的一些数据集成项目来讲 它只支持了一个离线批量 那其实最典型的一个数据集成项目就是DataX 相信再多多各位大家的公司里边 或多或少如果有数据同步的需求 肯定逃不开DataX这个东西 那么DataX来讲 它其实只支持P式的一个数据同步 那么对于现在我们的一个需求来讲 因为All-Life技术发展的比较快 像现在一个Clickhouse Source这种的一个实质树仓 Hoffer这种All-Life产品 它可以去进实质化的 或者是完全实质化 把你的一个上游数据变工 去捅护到它自己一个数据库当中 那么取而代之的话 那么在对于叶峰来讲 它就可以有更快的一个速度 或者是能够有一个更快的一个方式 来去获取到数据当中存在的价值 那其实是我们做大数据的一个意义 那所以说对于现在市面上 没有支持P数据同步 或者流数据同步这种产品 那么APPAGE Ceytano 它既支持流也支持P OK 那么接下来进入第二个一个讲解 就是来讲一讲APPAGE Ceytano VR的一个API API的一个设计 然后首先先讲一下整个的一个 APPAGE Ceytano的一个架构的一个变强 就是因为讲起架构变强来讲 首先先要先去了解一下Ceytano的一个前身 那实际上Ceytano的前身它叫Waterjob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Waterjob其实是在17年被开源出来的 它其实已经开源很早 主要是由ES社区的几位同学 然后通过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业务需求 去把自己做的一些东西开源出来 而且收获了很多的STAR 当时来讲对于这个 而且他们那个项目来讲 刚开始是开源的时候是支持SPAR比较好的 因为他们本身自己公司的一个技术站 的话用的就是SPAR 很多公司如果用SPAR的话 大家肯定都会用Waterjob 那么刚开始在Waterjob的一个阶段 我们那个架构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大家可以看到APIVE这张图 就APIVE这张图的话 刚开始它是基于我们的一个SPAR的API层 来去抽象出我们的一个数据机商的一个 Reader或者Water 那实际上它来讲 你做一个数据机商来讲 它就强移了SPAR的这种能力 那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个数据机商框架 尤其是去对接易购数据员的话 那你最主要的一个核心要点 你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你肯定要有统一的数据抽象 对吧 因为你可能从HBS里边拿出来一条数据 从MySQL里边拿出一条数据 对吧 那你这两条数据得有统一的一个定义 对吧 那你们有统一的定义和口径 有统一的协议 这样你才能做到我们一个一个数据员的一个 Sync和Source的一个接入和写出 OK 那么再回到我们这个V1架构这个上面 那实际上我们在V1的架构上 它SPAR的这一层的话 就是集成的SPAR Connector 它实际上技术含量也是比较低的 它主要是做了一些Data Frame的一些转化 以及去接入当前我们现在SPAR工程里面 已经有的一些Connector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接一个数据员 比如说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想接Github的一个数据员进来 对吧 那其实它是这种WebSaaS这种 WebSaaS这种数据员 那怎么去接入进来 那SPAR肯定是不会因为一个Github的 一个WebSaaS API去给它写一个Connector的 那么在这种架构上 我们其实这个扩展数据员是有限制的 对吧 而且它整个从架构设计上来讲 它是比较强依赖的一个SPAR 如果说用户没有SPAR的话 它就没办法去运行 运行这个WaterJob的任务在它上面 然后其实Flink其实也是一样的 Flink和SPAR的这种内部的一个核心逻辑也是一样的 那其实Flink那块去用的是它们的一个 是不是DataStream 去抽象出它们的一个统一的数据集 然后再去对DataStream做一些转换 那么基于这些痛点啊 因为对于更多未来的一个架构发展来讲 大家都在去聊一个点 就是去大数据化 就是大家都不太想要大数据组件 就大数据组件比较重 尤其是我们再去搭建一个Harduker基群 对吧 我们又要去HDFS 我们还有亚恩 对吧 那需要机器需要人力 需要维护成本 那么基于这个点的话呢 有些企业它自己的一个内部的数据同步需求就比较少 它可能它每天的一个数据量可能有百万级别 或者千万级别 或者亿级别 每天可能就几十个任务 它用DataX或者用一台机器 我就可以去跑完自己的所有的数据同步 那么对于这种企业的一个需求啊 它就比较简单 所以说 基于当前市面上想要的一个东西啊 那我们在爆裂不重复造轮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才做了一个另外的一个 VR的一个版本的一个升级 那这一块的话 我们实际上我们是在那个整个的一个source 和那个sync的一个设计上 我们是把API和那个整个引擎去结偶 也就是说我们设计了统一的一个数据抽象 也就是我们也不再依赖我们整个spot 或者flink里面去做的一个数据抽象 那么 然后我们怎么去适配多种引擎呢 那我们在引擎和API层之间会加一个翻译层 然后把自己的一个reader或者writer去翻译层 我们对应了一个spot或者flink 它能够认识的一个单条数据结构 那就可以保证它可以在spot或者flink里面去跑 然后基于这个以上 我们还做了一些外围的一些上层应用平台化的一些工作 那实际上我们做了一个web的一个工作 就是未来的话大家可以通过web页面去快速的去做一个集成任务 那么首先大家如果说之前用一些集成工具来讲的话 像DataX大家可能要去写一个配置文件 大家要去写上百行可能 如果说你一个表里面有超过50个字段或者100个字段 那么你需要把这张表里面100个字段都写在那个jess里面 而且它每个的类型定义你也需要放进去 那实际上对于来讲有些客户比较懒嘛 有些用户也不想去写这个jess文件配置文件 它到底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帮我自动去生成这些东西 我只需要配一个数据源的链接信息 然后我在页面上点点点学一学 我就可以生成一个数据成任务 那实际上这是当前市场上一部分用户想要的一个产品形成的 那么所以说社区在经过讨论之后 也做了一个web的一个东西 那么近期的话这块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发版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就更底层技术细节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支持了哪些的数据态度 就是数据的类型 就是刚才我也聊到我们整个VR的一个API的一个架构 是让我们是做了自己的一个统一抽象 那么做了统一抽象之后 我们把它并名叫ceternal row ok叫ceternal row 这样的话我们有一套非常规范的一个标准来讲 我们去接入异固数据源的话 我就可以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进行转换 对吧 那我比如说我从redis里边读出了一个数据 我到底怎么把它转成一个字段 去映射到我们这个row里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呢 那其实来讲就是我们定义这套规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目的 大家可以在这个tool里边看到啊 我们这边会有一些会支持一些复杂类型啊 基础类型啊等等一系列东西 基本上现在市面上有的东西我们都都现在已经能够进来了 但是实际上来讲呢 虽然我们在上层API是这么设计的啊 但是在这块会给大家一个小的tips 就是有一些connector来讲 它可能原生就不支持某些数据类型 那所以说有些东西的话 它是它支持的数据类型的多少 它是根据不同的一个数据源而定的 那具体的话还得看我们整个连接器的一个文档 它究竟当前支持了哪些数据类型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整个sauce API sauce VR API这块的一个设计 那这块我比较生猛啊 就直接贴了一些类的一个图 然后它有哪些类 然后每个类是干嘛的 然后首先说一下这个设计 这个设计其实来讲啊 这个设计是 这个设计的灵感其实来自于flink社区 还是非常感谢flink社区 那个非常良好的flip27的一个提议 就是我们去把这个sauce 这块的一个分辨器 从那个我们一个connector里边剥离出来 然后直接独立在continator里面 那么所以说基于这个设计思想的话 其实我们整个sauce这块 VR的一个sauce API 其实是跟那个flink社区这一部设计是相合的 所以说我们这块的一个接口 大家也会看得会比较像 那如果说大家熟悉flink connector开发的话 那其实和开发一个sauce connector 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块的话会有一些那个会有一个枚举 这个枚举是代表我们当前这个connect 到底是支持流逝的啊还是P式的 然后第二的话是一个collect 其实就是一种设计模式吧 就是我们去把一个数据去传 传到下面去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一些设计到一些 整个插件的一个身份周期啊 还有他们之间的一些通信的一些协议 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几个类啊 我在底下有一个表格 大家已经给大家列出来了啊 那第一个其实我已经讲了 第二个我也已经讲了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sauce 那其实就是整个我们的一个插件 加载的一个积累 就所有我们去执行去那个开发一个 新的sauce connector的话 其实我们的一个sauce 都需要去继承这个类嘛 那么接下来介绍一下sauce reader 那其实sauce reader的话 它实际上是那个工作的一个 工作的那个类 那它去负责那个资源的一个链接 然后去把数据去图取出来 那实际上来讲 整个sauce来讲 它其实是对于我们开发角度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工厂的一个入口 它是一个工厂模式嘛 你有一个sauce之后 你可以去通过这个sauce的一个工厂 去生成我们的一个sauce reader 还有我们的一个sauce generator 那么接下来聊完sauce reader之后 那sauce reader其实就是 它去把sauce split分配给的 我们的一个sauce reader sauce reader去通过我们的一个 通过我们的一个sauce里面 所包含的信息去连接我们的一个 对应的资源 去拿出我们的数据 然后我们的sauce reader是怎么 发送到reader上面去的 那其实是我们中间 会有一个sauce reader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分片器 那么这个分片器 保证了我们就是多并发度 去做数据集成 去有一个分片的一个合理性 就是不会出现数据倾斜 或者是我们会有一些高级的 一个分辨需求 都可以在这个sauce reader 里面去做 那实际上来讲 我们要写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connector 其实来讲我们需要去了解 这个数据源 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数据源 是怎么把数据抽出来的 而且我这个数据源 是不是支持运行度 或者是我这个数据源 里面有没有坑支持哪些类型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 去考虑的一些事情 那实际上我们去 如果数据去实现 一个sauce connector的话 那我需要去关注的这几个类 其实我都已经列在这里了 但如果有新具的话 可以去下去再研究一下 就看一下整个 每个类里边的一个注释 然后每个类里边有哪些方法 其实去跟着实现里面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Sync的一个API 那Sync的API 其实上面我也贴了一个图 下面贴了一个表格 实际上表格来讲的话 也是我贴出了一些 比较重要的一些类 那首先第一个是SatomSync 因为整个 就刚才那个SatomSource 少说了一点 因为整个Satom的设计师思想 是通过SPI加载的 所以说你需要一个积累 去实现这个SPI加载 那么SatomSync 其实也就是 Base Interface 就是我们的一个Sync 那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工厂类 通过它来去新降的一个Sync Writer 那Sync Writer 其实和Source Writer的一个职责 它就是相对的 对吧 这个就是真正去写数据的 那中间会有一个Sync Aggregated Commuter 还有一个Sync Commuter 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去支持 就是因为Sync 都要去设计的话 是要支持 精确一次性提交语义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 你这个数据员是有这个特性 你可以把这些行为 去绑定到我们的Commuter里边 然后来去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那比如说我们把一些数据 从MySQL里边或者是从 从ES里边把这些数据 录到我们的一个HDFS上 去写Hive 那写Hive的话 实际上大家去做Hive的一个数据 同步来讲 其实写的就是底层HDFS上的文件 对吧 那你如果说文件类型的一个写入的 如果Connect他想支持二阶段提交的话 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肯定是他在提交之前 他第一步提交之前 他需要把所有的数据 先写到一个临时的目录底下 然后他在提交的第二步的话 是需要把这些临时文件 再rename到他目标目录底下 这就是完成了一个整个的 一个精确一次性语义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实现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每个Connector里边 实现的一个细节 在这里就不多过赘述 那首先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第三个板块 那一个也是对我们 现在想要参与到社区开发者里边 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 就是怎么去高效的 或者是一个最佳实践 去开发出我们的一个 数据上的一个Connector 那相对于来讲 但有很多贡献者 有很多贡献者来讲 就是觉得社区的回应 可能不是那么快 然后我整个的一个代码开发 我提交了代码之后 也没有人帮我review 我也不知道 我的代码是不是合规 我也不知道 我的代码是不是应该 背负进去 我也不知道 我是不是有能力 去参与到这个Apti开发 这个开源项目 所以就很多同学 就会质疑 这到底该怎么参加 到底怎么我才能 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去 因为平时在宣传的过程中 AptiA的话 就鼓励我们有一个 有比较好的引导 或者有比较好的文档 去引导我们的一个贡献者 去参与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但实际上整个在 Citano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来讲 其实现在大家都觉得 随着新的贡献者 越来越多的话 大家都觉得 有点难度 那么所以说 我今天就专门把这一块拿出来一个专题 来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个 从开发者的一个角度 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 通过追寻哪些规则 我们就可以去让我们的代码更快的 获得到准分之 OK 那其实我们在这里总结了一个几点 就是其实我们去做数据成功的话 肯定是要考虑性能的 对吧 你要去做一个高性能的一个Connector 来讲的话 我们有哪些最佳实践的 那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 这只是我个人紧别出来的一些规则 并不完全 它就是这个规则 只是说 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那首先第一个 你第一点 你要去接入一个Connector的话 你得需要去调研一下这个Connector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Connector 就是你要去了解 这个Connector到底支持哪些实际类型 就刚才我们是列出了一些 我们抽象的学业数据类型吧 那么如果说有的可能 它不支持那种 那你这个东西 你就需要去考虑一下 这块不支持 怎么给用户去体验出来 OK 那么第二个你需要去知道 就是你这个Data types 就是你这个Connector里边的一些 支持的数据类型 怎么去映射到 每个Java的一个class上 因为你毕竟 现在Saturn这个项目 它是有Java开发的 最后你读进来的数据 其实每一个字段 它都有一个base 一个Java class相对应的 那你如果说这个Mapping关系 你还不知道的话 那你去 其实开发这个Connector 还是比较困难的 这首先是第一点 就是你要去做一个充分的调研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们需要去调研一下 整个的一个 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数据员的 一个读取的一个方式 或者是写入的一个方式 首先先聊一下这个读取的方式 就是这个读取的方式 它是不是就可以去那个什么 它可以去进行分辨 对吧 它是不是可以去进行分辨 就是它这个整个数据员 它是不是可以通过多病发 高病发去进行读取 OK 那么第三点啊 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下 就是在当前的一个数据员 它是否可被重放 那么这个特性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像一些卡卡的数据员 像Topic来讲 它是有Offset这种机制的 对吧 那如果说你去读取一个数据员 那你说这种在中间的某一个阶段 读着读着 你可能由于网络的波动就断了 那你是不是需要断点去传这个功能啊 对吧 那比如说 假设我去同步一张MyCyper的组件表 那么我这个ID又同步到哪一条 我得知道我同步到哪一条了 是吧 那所以说你需要去知道 你这个数据员Source 是否可以被重放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那因为你知道这个特性之后 你才能知道 你开发的这个Connector 是否只是断点续传嘛 对吧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那什么 然后我们要去了解一下整个数据员啊 就是我们 我们要去了解一下数据员这个写入方式 而且我们要去研究一下 或者是我们下去去调研一下 到底怎么写入 它才会是一个更加有效率的一个方式 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比如说我们再去做那个GPC这种写入吧 那其实一个比较典型的离线场景 那实际上我们在写入的时候可以 我们再去执行那个SQL的时候 可以去执行一次 来一条数据我执行一次 我也可以积攒一批去执行一次 那么在座的各位大家开发者的话 肯定是攒一批再去执行 肯定这样效率会更高一点吧 对吧 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不同的一个数据员它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东西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下一点就是 我们要调研一下这个数据员 是否支持那个精确一次性语义 OK 是否支持精确一次性语义 那么如果是支持的话 你就需要去考虑那部分 二阶段提交那块的代码怎么去开发 怎么把这个逻辑去揉进来 OK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 如果说你要去支持那个二阶段提交的话 你肯定你要去绑定checkpoint 就是因为你要去有一个状态的一个保存嘛 所以说你需要去把自己的 尤其是数据写入啊 或者是数据flash 这个行为你要强绑 跟这个checkpoint就是强绑 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如果说怎么去 就怎么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怎么去开发一个很好的一个客戴 就是你在开发完之后 因为这个代码是你自己写的 就是没有人帮你去测试 你单方面说我这个代码 我觉得我已经写得很好了 我这个代码性能非常高 然后我自己测了十条数据 框框就同步过去了 然后每个数据 每一条数据 每个字段都是check 那实际上这个来讲 这个对于数据集成领域来讲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玩具说白了 因为我们在日常的一个 数据同步的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会涉及到不同的一个数据类型 就是还有数据类型的一些转换 还有一些精度是否丢失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数据集成领域所面临的一些难题 那么基于这些点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有一个端道端的一个测试 而且我们这个端道端测试一定要去测试 你当前这个connector支持的所有的一个数据类型 OK 那么只有这样的话就能保障 就是无论说咱先把代码质量 还有代码的一个风格 你写的好坏咱们先泡在一块 那只有你做到最后一点的话 你才能保证你这个东西啊 被合进来你是一个生产可用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给别人用 你也可以放心大胆地给用户去用 这是我们需要秉承的一个点 因为做数据集成领域 大家可能在日常的一个工作情况中会有这种很多的场景 那么最核心的一个点 一个点是什么 是不是很定 第二是精确 对吧 那么只有做到这两点的话 那我们所有的一个数据集成项目 或者是你开发这个connector才是一个好的connector OK啊 那么讲完第三部分 讲完第三部分 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在UPG社区这块 就是我们怎么去参与到整个的一个社区贡献 或者是社区贡献里面 因为本次的一个大会的主题 其实也是community over code 那实际上不光是我们要去讲一些开发里边的一些硬货干货 那实际上我们还要去讲一下整个社区的一个 贡献的一个方式 还要去降低我们参与的一个门槛 那么第四个 那首先来讲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整个现在社区的一个概况 这个是我做PPT 应该是两周之前吧 两周之前截了个图 然后目前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项目的概况 就是有一个star的数量 还有一个commit的数量 然后这块的话会有些提交的一些曲线 还有那个po request的一个open的一个数量 还有issue的一个数量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其实来讲 其实Citano来讲从毕业 从进入孵化器到毕业来讲已经经历了一年多的一个时间 那么随着项目的不断的向前发展 现在慢慢进入到了一个吸引更多的一个贡献者开发的一个流程 所以这块的话 我觉得还是我们 还是社区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如何去良好地去引导新的贡献者去加入到社区当中 OK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那我这块也是列了一些东西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 不光是参与Citano这个项目 那假设你想去参与flink项目 或者是想去参与spark项目 包括appic旗下的所有的项目 那么你首先第一点的话 你作为一个开发者 我认为你应该先要去订阅我们的一个第一位邮箱 就是因为appic精神有一条 就是所有的一个 它的一个讨论都是公开透明的 然后它所有的讨论都是会被记录归党的 那么所有的讨论都应该是被公开的去 在网上可以查得到的 所以说我们在社区做的一些某些决议 或者是我们做的某些东西 某些事情 大家都可以在那个DV的邮箱里去看到 当前社区的一个最新进展 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像flink社区 大家现在比较火嘛 有flink可能大楼也比较多了 然后我每天的邮件都会收到30到50封 大家都一直在讨论各种新的fature 当前的一个目标的进展 马上不是也在规划我们的一个2.0 road map 所以说只有你关注了这个邮箱之后 你可以去从侧面了解到当前社区正在做什么 对吧 那么你在了解到这个东西之后 你就会去对比我当前我现在的一个工作内容 或者是我当前的一个工作范围是不是符合我当前和开源项目想符合 那如果说正好我干的事情和开源社区要干的事情是一致的 那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去参与 对吧 这是第一个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去订阅我们的订阅邮箱 然后第二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多关注一下项目的issues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打开那个page 然后去打开issues那个页面 然后一般来讲社区的PMC成员或者committer来讲 他都会去根据他擅长的一个模块去制定一些适合于新手的一个good first issue 也就是说新手第一步小白的话可以适合做一些任务 那么你可以去关注一些打这些标间的衣袖 然后如果说正好是你感兴趣的 而且是你能力范围之内的 你可以觉得你可以做到 你可以在衣袖上去进行评论 来去领取这个任务 这也是你参加开源的第一步嘛 首先你要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你要去选择性的去做一些自己擅长的事情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如果说你要去参与一个新的开源社区或者是我看这个项目 我觉得他很牛逼 我就是想给他写代码那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你首先你得先了解到这个项目是如何从原代码 它变成一个可执行的一个二进制文件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 如果说你连这个最基本的技能也没有的话 那其实你参与贡献这个项目就蠢扯的啊 我认为 因为你毕竟你最后你的代码你要有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块 对吧 你还要去对你自己的代码的质量进行负责 那你怎么去对自己的代码质量进行负责呢 对吧 写UT写IT 你要跑CI 对吧 你还要保证编译 那么首先第一个你要肯定保证你的编译啊 对吧 那你如果说你还不知道这个项目怎么编译 那你框框说我来贡献 我来贡献一个大的fisher 那你肯定社区不会接受的 对吧 啊 那么第四个的话就需要你去啊 去那个改善你的一个Gate技能啊 就大家来讲 可能大家在工作当中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呃 核代码对吧 Gate mode 往里边一核 但实际上来讲 就是对于整个的一个Gate来讲 Github这种开源项目来讲 是很多开发者是共同一块去开发的 那么共同去开发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啊 就大家是呃 多多人去合作协同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你可能基于DV去进行开发新的fisher 那么DV呃 呃在你PR没有被合进之前 DV又有新的修改 又有新的修改 那么此时你需要把DV的变更去合并到你自己的分支里边 然后再去验证你重新整个这个项目的编译流程 那么此时你就需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Gate技能 来去搞明白这个分支是怎么管理的 然后接下来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去提交PR之前 我们要去保证自己的代码质量 那么保证代码质量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你首先要有最基本的UTID对吧 你如果说没有最基本的UTID的话 那肯定是社区这些PR是优先不会给你看的 因为这个东西没办法去保证你这个PR的一个质量 到底它到底是不是effort 就是in fact 到底是不是和你所说的PR里边描述的那样 它功能到底有没有开发成功啊 这个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对吧 这就是回答一些同学的问题 就是有些同学在开发者群里问 说我这个PR已经放了四个月了 已经放了五个月了 怎么还没有人给我review 实际上来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点 你这个代码你首先你要保障你的一个CI的流程 因为每个仓库来讲它会有各种的一个步骤 比如说你要建设检查代码的一个风格 检查你当前的一些test case是否能够跑得通 那其实我们需要去做一些CICD的流程 那么如果说你有UT和IT的话 那么此时你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去证明你这个东西有效的 那么首先第一关你可能能过去 那么第二关的话就看一看是否你的code style 还有你的code design是否符合当前我们的一个项目的预期 那么在经过几轮的review之后 那么这个PR自然而然就会回进去了 对吧 OK 那么 讲了这么多以后 可能大家都觉得我在说空话 我在这给大家立了很多规矩 也没有给大家讲一些干货 带了一些好的消息 其实最后来讲 给大家带了一些好消息 就是以后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 就未来的话大家可以在哪个方向去进行参与 因为现在的话 大家都是一个connector 就是一些比较常用的connector 在社区已经慢慢趋稳定 然后处于一个bug fix的一个阶段 那么所以说在一些大家比较熟悉 比较熟知的数据员开发来讲 可能大家参与的机会不是很多 但是未来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一个新的feature 去加入进来 比如说我们要去对每个connector去支持catalog 这个catalog是一个 主要是跟我们Sathomweb一起结合 那如果说没有这个catalog的话 那个Sathomweb那块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数据管理的 那么第二的话我们会做 对于每个connector去做一个脏数据的一个管理 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做的 第三个要做的话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去重构flink和spark 和spark这种翻译层 那么现在我们的一个翻译层来讲 其实是违背我们当时API的一个设计的 现在其实我们整个的一个reader和immunator 在现在没支持RPC通信 而且现在是一个reader一个immunator 那么对于我们自研的引擎 Zata来讲它是支持了我们完整的一个语义 但是对于spark和flink这方面来讲 这块还是没有去实现的 所以希望以后 就大家如果有对这块感兴趣 或者是对spark或者flink 比较熟的一些同学 大家可以去积极地参与进来 那么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再去做自己的一个web平台 去做一些后端工程 那实际上现在有很多同学啊 他可能他自己在平时在工作当中 主要是做业务开发做CRUD 然后做平台的上层应用开发会比较多一点 对底层引擎可能会做的稍微少一点 那么此时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setonweb 我们后面会有很多的一个一些高级feature 像什么全项管理啊 还有平台的管控啊 这些东西都是要去做的 那么此时这些后端的同学 你就可以去involve进来 就可以去积极地去参与进来 你们自己的才能就可以有着用户之地 OK 那么今天我的一个演讲就到此结束啊 然后那个这块是我的一个电话 还有我的微信 以及我的二码 大家如果说有需要跟我去交流 这块的一个技术发展 或者是在开源方面有任何的一个困惑的话 大家都可以去加我的微信 或者是给我发邮件 我都会非常热心地去回答大家的问题 只要我看到你的消息都会回答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赞助商还有整个的大会组织者 能够提供这么一个机会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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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